MeToo风暴持续在演艺圈延烧 就连形象差后的黄紫娇也深陷其中 19日她不只认了性骚黑历史 还加码大爆演艺圈黑料 吓坏全台民众 没想到昨日晚间葛思琦也在脸书透露 还有好多受害者找上她 并贴出和其中一位的对话截图 这个女孩子其实在6月初的时候 也是MeToo这个事件 大概在发酵的时候 她自己视讯我 她在视讯我呢 是先打了一串大 很大串的一段话 后来她是先告诉我说 就是黄姓的个子还小的 刚刚生完产的那个男主持人 那我一个就知道说是黄紫娇先生的嘛 那那个时候呢 我回答她的第一句话就是说 我知道她有铃铛屁 那为什么会知道她有铃铛屁呢 因为过去其实 我专访过黄紫娇 那那个时候她有组织一个团体 就是小支的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就那段时间呢 刚好我也收到 大概就是2011年的时候 我刚好收到了 黄姓叫头一回的 性骚扰的爆料 那性骚扰的爆料呢 跟今天的新闻上面 好像有点雷同 也就是罗莉塔 穿着罗莉塔的衣服 在她家里 后来被拍照 后来被上架起手 那这些受害者呢 当下觉得事态不对 其实都有做反击的动作 那这次主要想把他介绍的原因 就希望说有什么样的故障的想法 其实这次接出来最大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其实埋藏这些东西 我其实也很痛苦 因为很多的爆料者 就是寻求我这边来发声 但是我发不了声 因为没有证据 那谁知道说 这帮人就突然都自己承认了 从朱学恒到佑胜到许杰辉到 最后的黄子娇 那甚至爆料的东西更多 那因为黄子娇爆料的东西呢 跟我过去里面 手上有的东西跟 采访到的东西 其实是有雷同的事情 不只生狼爪的事情是真的 葛思琦也表示 黄子娇爆料演艺圈大咖的黑料 与目前曝光的新闻内容 有95%相符 究竟这95%是都包含谁呢 他也出来解答咯 95%就只有 曾国成我不知道以外 谁知道他在里面中间喝酒啊 其他东西 我当记者这几年都有听说过 其实曾伟姓的东西呢 是让大家继续判断啦 因为在过去的当中 我们都已经知道说 在20年前就已经有 周刊拍过到这样的事情了嘛 那最后呢 就是包含大S的前夫 也出来爆料这件事情 就吸毒这一块来讲的话 陈存生是一个 以及最具代表性的吧 对啊 那陈存生当时也在那个 Party里面 是吧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大家可想而知 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这么单纯